哈喽大家好我是J欢来到今天的下周预览视频 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周非常的精彩啊 充满了这一个消息面 过去一两周来说的话呢 波动是没有接下来这一周这么的精彩的啊 周三呢也是会在此有这一个直播的 所以如果还没有订阅锁定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把这一个小铃铛敲响这样子就不会错过的跟进 在这一边呢美联储主席Bowry呢总算是能见到老包了 周三上场在这一个两点半美东的时间呢 是会做这个演讲 进一步的去讨论降息的这一个步伐 我们知道美联储在这一边呢 不是这么的急于去做这一个降息 所以最近看到呢 虽然股市面临降息的这个步伐是被推后了 但是指数依然是持高的 因为芯片半导体的这一个momentum 但是上一周 Enter的这个采放呢不是这么的理想 日内呢也是大跌超过10%的 所以我们看到芯片半导体的这一个热度呢 渐渐的是往下飘一下的 但不代表这一个英伟达这一方面领先的这个光环 是渐渐的结束了 这期视频呢是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下 这一个特斯拉最新的点位 那么到底在哪一边来说的话 是比较有大的这一个几率呢 我们能见到这个反转的行情 也是会进一步的去讨论的 记录财报来说的话 这一周是最重要的 那么明天一开始呢 就有大家非常关心的SMCI 在这个盘后呢会有这个财报的 AMD呢也就是转天 芯片半导体板块这一边呢 也是会有财报的啊 这两个都是非常多小伙伴们都是在关注的 同时数据来说的话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 特别是大飞农周三这一边呢 又是有这一个美联储最新的降息决定 在这一边大几率呢 是直接给跳过去 再次的暂停 财报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七强里面的微软 Google 苹果 亚马逊 Meta 全部都会全面的上场 周二周四 记录财报来说的话 非常的精彩 但是一开始呢 就是来了盘前的SOFI 和盘后的这一个SMCI 这些呢 也是非常多投资者 在关注的这一个财宝啊 辉瑞也是盘前的 辉瑞这一份 我自己会特别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辉瑞的负债呢 是累累上去上升 然后我们也看到减肥药上面呢 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成果 导致辉瑞的股价大跌 那么是不是触底反弹呢 就需要看到这份记录财报 最新的这些负债表来说的话 是不是有所改善 但是它的盘是非常的大 而且其实我们去看它的这个品牌来说的话呢 也是已经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其实就是时间的一个问题 都是有周期的啊 所以一会儿呢 我们是进一步的去看一下这个点位 我们先来说一下特斯拉 上一次呢 就是跟小伙伴们一起在财报的那一天 做这一个直播 谢谢大家支持 来到这一边呢 如果我们去看特斯拉的点位 周五这一边收盘是183 那么当时在直播的尾声这一边呢 因为这样子方便找到嘛 是做了这个价格推测的 往上来说的话呢 对吧 207 211 218 225 这一些重要的点位 往下去走的话呢 就是204 197 190 然后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讨论最大的这个支撑呢 大约在180左右啊 因为拆股前是540 560 当时有介绍过的 2021年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位 但是对于这一个四方图来说 加上的神奇数字呢 拐角的这些线呢 是最大的支撑 所以当时是指出这一个183的这一个点位 来到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去再看一遍这个直播这一边 推算的这一个price action股价的这个动向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收盘周五这一边呢 确实是在183这一边出现的 大家会说那么180呢 180其实在周四这一边呢 是最低点就是在180左右啊 但是这个直播呢 是在财报出来之前 我们在推算这一个 啊 sorry 这个这个推算的方面呢 是财报刚出来之后呢 还没有跌到这么低的时候 我们在想大约这一波啊 如果是继续下探的话 大约会看到哪一些点位啊 那么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夜盘暂时来说呢 特斯拉已经做出了一个反弹了 在这里还是要比较谨慎的 因为特斯拉日线的二赛跌到只剩下18了 所以这个是极度的超卖oversold 我可以看到夜盘现在特斯拉是处于186.42 涨幅度来到1.73%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所以来到这一边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看回去同样的这个四方图的点位的话 往上走是190左右啊 再继续往上的话是197左右 有一步步在这里 对吧 因为超卖的时候 股市的股价的这个反弹呢 不一定是这么的这个强劲的 当然强劲自然是好 但是也要注意 它这日线的二赛呢 是偏低的 也就是代表做多的这个情绪 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去恢复 这一个情绪面呢 也是要进一步的去看到这个反转的 如果我们去看长期远期的leap call啊 长期的这一个看多期权的布置的话呢 密切的这一个交易量 全部都是在明年2025 1月这一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短线来说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近几近两个月来说的话呢 根据分析师这边的讨论的方法呢 就是讨论的说法呢 就是特斯拉是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催化剂 进一步的去推高这一个股票的 但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我们可以看到对吧 前两天这一边呢 特斯拉已经去讨论了 马斯克呢是确认了这个特斯拉 会投资5亿在这一个dojo超级电脑 在这一个纽约buffalo这一边啊 这一边呢是已经是有去讨论的了 另外这一边呢就是当时马斯克在讨论 dojo之外呢还是同样的利用英伟达 对吧 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芯片去进一步的去做自动驾驶的训练 但是会不会考量amd呢这边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amd的财报里面 有没有讨论任何跟特斯拉的合作 会不会双双的带动amd和特斯拉一起启动 另外来说呢就是下一个特斯拉的iphone moment 大的这一个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三万多个投票的 2025年是明年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leap call呢 1月2025年呢就是往下一年去推的 当然啊启动model 2也就是这个project redwood这个项目来说的话呢 他是说年底对吧 2025年年底开始生产 所以要小心可能啊会看到有更加多的人呢 去roll他们的call到2026年那边去 所以暂时6月和9月的下两个私物日的这一个 当然3月也有这个啊私物日 但是6和9月来说呢是远期看多齐全 如果你会发现渐渐的多的时候 那就代表这个情绪面已经开始转了 现在五日均线日线级别都还没有站上的话呢 就先要等它反转的这一个趋势呢 才能更加好的去布置这一个远期的看多齐全 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也看到当股价跌到这么低的一个啊程度来说的话 因为RSI都跌到18了嘛 我们看到方舟基金呢 ARC木头姐的这一边呢 是在前两天在啊这个是前两天去讨论的时候呢 6500元价值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是买入的啊 同时这里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卖出的啊 包括这个Path Twilo TWLO是卖出了不少啊 34万和这个20万的 DKNG也是有卖出去一点的 这个可能是在套利用近期 DKNG是有上去一点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在买特斯拉 也买这一个方舟的比特币的基金 比特币在这一个周末出来呢 是一个热点 因为比特币再次占上10万2 所以就是看比特币能不能进一步的啊 起稳 然后开始往上去走 压力呢 实体是在上3800左右 所以如果有反弹的话 看一下是不是周一的 周二会不会有这一种冲高回落的风险 这个是要小心一点的 周二通常加密币走的不是这么的理想 到周三呢 又有所改善的 所以这一边还是在等以太坊的这个基金启动呢 我们可能才能见到进一步的推高 回到标普500指数啊 现在我再看SPY 这个是他的ETF基金 那么我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个趋势线呢 基本上是锁定了之前这一边的 这一波的这一个最高点位 但是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蓝色趋势线 那有一定的可能性 往这一个500整数的SPY标普500指数去走的 那这就需要苹果微软的这一个财报呢 就是双双过去 美联系主席鲍远的这个演讲来说的话呢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利空 可能一份比较neutral中性的这一个讨论呢 会比较有意思 那么这个周末出来的这一点呢 主要还是看着中东这一方面的最新的动向 还有鸿海 因为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是进一步的有纠纷的 所以我们看到石油呢 是一直在这个冲高的 因为最近海运的这个价格又上去了 就害怕这个通胀回暖 那么上一次老包讨论的时候呢 就是说 咦这个事情如果只是个别事件 那就不用担心通胀会不会回暖 但是他们会去看这一方面的 那现在来说的话 我们看见这些事情还是在那一边在进行中 然后有升级的这一种的可能性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要注意 VIX恐慌指数在盘中 对于大盘构成的一个威胁 因为在运飞再次往上去走的话 通胀再次回暖的话 那会进一步的去推后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 因为如果是同时又降息啊 然后这一边的纠纷 然后看到通胀又回暖的话呢 这个对于整个打击打压这个通胀的这个步伐 不是这么的好啊 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一下 那来到这里呢 石油市已经反弹到78.51了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压力来说的话 我记得是在80附近的 把这一个去看一下啊 CL Crude Oil Features 这个是旗指 那么对就是在这个80整数差不多 这一边之前的一个压力 大家可以看到一二 然后这个反弹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双底的这个 类似于双底的这个结构的反弹 没有去到我的要的67 但是70左右开始做反弹 因为这一次主要冲着红海这件事情 突发事件 所以技术面没有足够的时间呢 去从压力点位直接走到这个支撑这一边去 但也非常接近了 这里点位我觉得拿的还是比较极致的 再往上去走的话 80这一边是应该有压力的 但是如果突破的话 就有可能上86这一边呢 就要比较密切的关注这一个能源股的走势 最近大A来说的话 中国石油中字头企业来说的话 走的是非常的强劲 我看到前两天 中国石油都已经直接涨停了 后面呢也是进一步的去推高 所以大A呢又是逼向3000点 但是这个恒生指数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的弱 在这一边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 还是对于地产呢 我看到恒大今天又跌了20%了 基本上跌的还剩一毛六左右 现在停拍 所以就是看这一方面的这个情绪面 因为美股来说的话呢 是有一些股票呢 它是在港股这一边呢 和美股这一边都有上市的 做这个double primary listing 这个就包括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就是这种double primary listing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 回到特斯拉的消息面上面去 除了这一个dojo这一方面的这个利好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赛博皮卡呢 特斯拉在亚洲这一方面呢 是已经发出更加多的推广的这一个照片 这个是在东方明珠前面拍的这一个 特斯拉的赛博皮卡 另外一个好的这一个消息面来说的话 对于特斯拉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福特和通用呢 在下一个月开始呢 就会开始是可以去利用这一个超级充电站 在这个特斯拉Supercharger在北美这一边 所以进一步的去促进NACS 北美充电标准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进展 所以这有可能进一步的带想这一个特斯拉的光环 因为这一些可见度非常的高 而且通常如果大家去看特斯拉超级充电站的时候 是有别的品牌的这一个汽车在冲的话 可能会再次引起这一方面的这个光环 但是主要去看是model 3幻星版 到底在北美这一边卖的好不好 如果是非常好的话 也可以带动这一个特斯拉的这个品牌 所以在这一边呢 其实催化剂都已经埋伏在那一边了 就是看什么时候主力 在这一个价位呢 走震荡走势之后呢 吸完筹码之后 想进一步的把它推高 推过去这一个200之上的 暂时来说的话 日线级别的RSI还是有点低 通常当RSI跌到30之下去 然后开始去了17 18这种的这个点位的时候 最好是等它再次能超过25左右 然后才开始去看 五日均线有没有那边站上的话 这能更加好的确定性 去看到这一个反转的这个行情 因为之前在这个之前发生的话呢 就是有可能走这一个RSI consolidation 也就是低档顿化 这种的走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弱 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反弹是怎么样 然后进一步的做这一个coverage 好接下来我们去讨论进入这个财报之前 SMCI的这一个点位 那么SMCI基本上是在历史高的这一个位置 所以财报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因为AMD和英伟达都没有出来 但是我们看到台积电 ASML最近芯片半导体的这一些财报来说都挺不错的 就是Intel这一边呢 是没有这么的这么的这个理想的 所以我觉得SMCI来说的话 就是看财报走好的话 能不能把500拿下来 如果非常好的话就要小心sell the news 然后呢是进一步的往上去冲 因为来到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渐渐的开始有一条趋势线 是进一步往上的 所以财报呢如果能打开一条上行的 这一个走势的这个隧道来说的话呢 可能冲高回落一下 再继续的往上去走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被打开了 我们把这条圈内留着啊 在财报的时候看一下500能不能被拿下来 如果不行的话 要守住的这一个点位呢 就是467这里附近 下面再来说的话457也不错 然后大回调的话 可能是435到425左右 这里是关键的点位 需要去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AMD 这个主要就是看啊 这一个AMD的CEO Lisa Su Suma这一边 这个画的踏饼怎么样 AMD基本上在走这一个上行隧道啊 这个趋势来说的话呢 所有的芯片基本上都走得非常的像 包括AMD和英伟达的都是比较是像的 所以就是看啊 如果财报走好的话 是不是低开高走啊 因为AMD已经做过几次这样子的这个动作了 这一边呢 是走这个parallel channel啊 平行的这个隧道 所以AMD接近低点这一边应该是172左右 172左右 然后往上突破的话 就是看183这一边能不能被拿下来 但如果财报大好的话 可能就是直接看一下能不能往200这一边去走了 先把190拿下来吧 因为这样子会是这一条上行隧道的这一个上方这一边啊 在这个188 189这一个点位附近 其余的这个财报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呢 已经开始去做推广 这一个在广告这一方面呢 有这个Apple Vision Pro 今天又出了一个新的 在这个油管上面呢 是能看到的 夜盘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 但是苹果来到这一边呢 就是看能不能进一步的拿下历史新高了 之前前面的高点在199.62 非常的接近200这个整数 所以直接我们把这个压力摆在200就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画条线进去 之后可以去验证一下 到底有没有去到这一个点位 所以200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就是会是对于苹果来说一个全新的一个新高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呢 非常像一个W的整理 但是很害怕也是它走一个M 然后开始走回调 毕竟这个中美贸易战还是在继续中 对特斯拉和苹果呢 都是有进一步的这个影响的 近期来说呢 我们是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这一个消息面 另外的一个转折点呢 就是这里的压力变成这一边的这个支撑 这里是有个小缺口 但是缺口后面已经补齐了 现在就是在这个支撑和压力的转折点这里 如果这一边能撑住的话 继续往上攻的话 是还有机会去看一下拿200 能不能进一步的被拿下来 那么调高的这个目标是在20之上的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苹果的这个财报呢 会不会有点出人意外 另外来说微软呢又是比较对吧 就是顺着它的这个趋势线呢 跟着它上去的 因为这一些股价呢 全部都是在历史高的点位 基本上五日均不错的话 就是可以有可能就是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去走高 这个如果微软的财报和AMD的财报 在同一天这一边都走的是挺不错的话 对于AI的概念 所以像这个PLTR啊 还有这一个CVAI来说的话呢 可能都是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利好 这一方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 回到特斯拉上面呢 这边SWARE呢 刚刚是分享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在2023年的时候 特斯拉每一个小时呢 在全球呢 大约是交付了140辆这个Model Y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惊人的 当我们去细细的去想一下 这个生产的能力 还有交付能力来说的话呢 这个特斯拉还是远远的领先 跑在前方的 主要就是因为对吧 不管你是在北美这一边 还是在国内来说的话 特斯拉都是有比较强劲的 这一个品牌的 品牌意识 对于这一个消费者 但是如果我们去说 对吧 亚洲特别是国内这一边车子 摆在北美这一边去卖的话呢 特别是在于这一个补助上面 是不一样的 因为特斯拉来说的话 它的零件配件呢 比福特还有通用呢 更加多的是在美国生产的 政府现在 美国政府这一边 现在来说的话呢 主要还是在针对这一方面的 这一个补贴这一方面的政策来说的话呢 都是看到有多少呢 是在美国这一边去生产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特斯拉其实做的还是挺足的 好 数据面来说的话 我们更加接近的时候 再进一步的去讨论 因为数据面真的非常的多 特别是这一个大飞浓的就业数据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 周三这一边呢 老包说不好 会透露一些啊 可以进一步的去考量 上一周这一个通胀数据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Nick T 也是进一步的在讨论 过去七个月里面 基本上六个月来说的话呢 都是在往这个 和这个2%通胀目标 符合的这一个步伐 再进一步的去进展 那我们知道Nick T 就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 这一个记者来说的话呢 通常呢 有提前的去露 露透露一下 这一个美联储的这个新声啊 毕竟为什么Nick T 最近在这一边 可能会发多一点呢 因为美联储这一周 是在庆延期 直到这一个老包发言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 这一个最新的这一个步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去讨论一下这一个 接下来我们去讨论一下 这一个辉瑞的这个走势啊 在财报之前 那么辉瑞来说的话呢 还是主要这个减肥药这一方面 真的是投资了不少 然后没有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回报 在这一边 大家可以看到底部放量的话 这个交易量日线级别 算是非常的大 这一会儿呢 又来到财报 财报两种走势 一个就是可以把26G给左破了 这个叫做破底翻 然后呢 就是做一个大底部 好好的去做这一个反弹呢 但是来到这一边呢 如果我们去看月线的话 这一边已经是在非常低的点位了 这已经是连续的再往下走 这一个点位都已经比疫情的 这一边的这个底部还要低了 之前这一边最低点呢 月线级别是在25.7又左右 现在股价在27.47 所以反向做多的这个盈亏比来说的话 只要负债这一边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意外呢 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黄金底的一个机会 毕竟月线级别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 这里的上行的这一波来说的话呢 这里横盘最久 每一根蜡烛代表是一个月的时间 这里横盘了七八个月 才开始进一步的突破 然后每一次呢 基本上都支撑住了 所以选择在这里反弹的话呢 还是挺不错的 RSI来说的话呢 正好是一个74到30左右的一个过程 30是在这个月线级别的RSI 跌到了30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超卖的技术指标 出来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个值得去看的 但是如果你在追Lipcall的话 远期一点会好一点 可能往明年2025年这一种长期一点 对是会让期权的利润少一点 但是如果去拨了短线的两个星期一个月 或者三个月来说的话 然后辉瑞波动非常的小的话 没有进一步的快速的去反弹 因为你可以去看ORCL 甲骨文Oracle的这个反弹 也是非常的慢 但是今年呢 还是给你去做了不错的一个回报 如果你去年100是有去做这一个黄金底的话 这个在群里面我是有讨论的 那今年还是涨了10% 这个对比一些其余的股票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一个回报 毕竟我们1月才走了28天 如果你的总账户的这个回报率是10%的话 但是这个盈飞比来说的话 还是看得过去 还是挺不错的 另外的一个呢 就是波音盘前的这个财报了 波音也是比较惨 就是看什么时候 总算是能这一个 把这个底部给注出来 今天暂时来说呢 就是在看特斯拉和这一个波音 什么时候呢 触底反弹 波音来说的话呢 做双底 我们可以看到来到这里 比股价更加低了 但MECD没有尾下去 所以是有点背离的 如果这里在财报这里呢 可以触底反弹的话 倒是有个不错反手铐的一个机会 所以到时候可以去看 但是财报的时候要注意 隐含波动率会上去的 所以会小心这一点 在这一边 苹果的财报还没出来之前啊 其实高通这一边的这个财报 就已经出来了 通常高通这一边啊 需求供应 是能反映出来 整个手机智能手机 芯片的这一个需求 到底是强劲还是弱的 所以高通的财报 变得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这个苹果呢 有一定的这个引导性 所以有可能会见到苹果 跟它一起动 但是比较戏剧性的一幕呢 就是2月2号这一边啊 苹果Vision Pro 它的这个头盔呢 是第一天发布的 就在它的这个财报之后 所以苹果的财报 必然有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亚马逊来说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个AI巨头 但是这一周涨的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到了我的这个目标了 之上应该是没有的了 所以暂时我是觉得 有点是到位了 因为那个亚马逊 而赛来说的话 也是渐渐的跑入超买 也就是overbought的这个territory 这边是进一步打开的 但是股价就是看 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去走 要注意的就是MACD呢 之前是这么高的 所以在这一边走的话呢 代表它的这一个力道 不一定是这么的强劲啊 所以我觉得这一边 还是要小心的 因为进入财报 通常涨了非常大一段 像intra来说的话呢 大家也看到 财报反而变成是sell the news了 所以会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亚马逊依然是 有非常强的这一个云端的概念 特别是在它的这个AWS 亚马逊网络服务上面 包括这个Microsoft Azure来说的话呢 还有Google Cloud 三者里面这一周 下一周来说的话 都会有财报的 三个里面最弱的是GCP 也就是Google的这个云端服务 Google过去几个财报都非常的差 所以这一边呢 也是有点堪忧的 但是亚马逊和Microsoft来说 微软来说的话呢 在人工智能 还有云端Cloud服务方面来说的话呢 都是比较是领先的这一个地位 特别是AWS 作为这一个大导级别的这一个地位 Google来说的话 Google的股价呢 已经进入了这一个 非常超买的这个territory 比亚马逊的稍微再高一点 所以上一周看到 那个亚马逊在补涨 77.29了 RSI已经是走到了 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 这里突破了151 这一些股价来说的话 因为它都是基本上呢 是在这个历史高的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要比较小心 一不小心买在了这个最高点 就比较危险的 还是那句话 对吧 强势股呢 如果这个RSI跌破了70的话 或者站不稳 5日均线呢 就是要小心 它那个大一点的这个回调 会不会来临 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好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Meta点评一下 就是看400了 那2月2号 苹果头盔发布的时候 Meta也是有头盔的 同时呢 也是有这个Lama2的 这一个大型的人工智能模式 所以 其实它的这个AI概念 还有各方面来说的话 催化剂呢 在这一边不少的 就是看400能不能突破了 Meta不巧 也是在历史高的 这一边的这个点位的 所以它的这一个RSI呢 也是相当的高 也是在高档动画 77左右 这个跟刚刚看到的Google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它的MECD 反而没有这么大的 一个背离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涨幅度 倒是比较能持续下去的 Meta今年全年呢 我觉得有可能是 进一步的去延续 上一年这种 非常强劲的一个行情 现在就是去看周三 美联储主席Bowers 到底对QT 对这个收紧政策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和看法的 我觉得这是 这整场 这一个降级会议 最重要的一个看点 欢迎大家到时候 跟我一起去看这一个直播 到时候我会做出 这一个即时的分析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想学习更加多股票 这一方面的这个讯息的话呢 有兴趣想加入我的 这一个会员群的话呢 可以去扫这一个QR 微信的这一个二维码 这样子呢就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咨询这一方面的这个消息里面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各位观众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